大陆富士康又差一点点发生跳楼意外了 但这一次是因为富士康任急的台籍干部 带着员工去上酒店 结果没想到当场这干部接到台湾老婆打来的电话 老婆问她人在哪里 而且还听到旁边竟然有酒店小姐的声音 先生坦诚说我人在酒店逢场作戏应酬一下 这太太气得要命啊扬言要跳楼自杀 而且还痛骂富士康说 怎么可以让你的台湾干部拿着公堂去上酒家 富士康在传争议 只不过这次事件发生的背景和之前不太相同 竟然是因为上酒店 黄海集团一名派驻大陆富士康的何姓男主管 因为有同事要离职 就和大伙一块去酒店寻欢作乐 结果刚好接到人在台湾的老婆电话 听到先生的行径和太太气炸了 跑到自家阳台扬言要跳楼自杀 事发当时同住在一起的家人吓坏了赶紧打119 消防人员花了三个多钟头好不容易暂时化解危机 我劝导之后 然后就说那一位女子的诉求 那一位女子的诉求 就说需要我们帮她联络那个记者过来 她的诉求都这个 身为人妻遇到问题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诉诸媒体 鸿海内部也高度重视 要求该民主管尽快返台安抚老婆 别让事件破大 虽说清关南段家务事 酒店文化也非一朝一夕能改变 但这家人的家务事却已经耗费了不少社会大众的资源